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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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此病情能够好转 在欧洲的各地古老传说中 吸血鬼当之无愧可以排上最受欢迎传说排行榜的前列 关于吸血鬼 极度惧怕日光 牙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面容可怕的描写 会不会在现实生活中有所对应呢 答案是 肯定 在一名叫萨函娜的小女孩身上 就发生了这离奇的一幕 每位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健康成长 可这位无辜的小女孩是非常惧怕阳光的 在阳光下她会感觉到皮肤烧伤 痛苦的经历 种种表现 都明显地指向一种很久以前就已经出现的遗传病 普林病 而普林病的真相 可远没有目光之城那样浪漫美好